我們稍後給各位老師看一下 如果你是直接從DVD裡面直接抓的 假設第二段第三段 因為第三段是主要的 第三段這個總共有47分 那你不需要裝那麼多 我已經先看好是要哪一段的 你可以直接來這邊設置範圍 它就可以去指定說我是從第幾秒 假設我從這裡開始 可是它一定很活的 就是這個比較麻煩 你可以按一下 這是開始的時間 開始的時間從這裡 然後可能大概到第幾秒 不過因為在上的時間 會有一點點 有時候會有差一點點 所以我比較建議老師 就是多留一點點空間 所以你不要再弄剛剛好 那你把它按結束時間 所以我這樣就只抓 6分35秒到22分這一段 所以它可以做簡單的 所謂的剪接 那你按下去再開始把你做轉換 這個是隔世工廠本身就可以有的 甚至你如果有字幕的 尤其老師說我是出那個電影 對不對 它有字幕的 你還可以選擇說 它的字幕是哪一個語言的 因為有些有的 多個語言的 你可能就可以挑一個喜歡來用 好